总统弹劾案再起波澜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和少数党领袖舒默 当地时间19号会面 商讨参议院审理特朗普弹劾案的相关安排 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同一天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佩洛西表示 他将推迟向参议院递交特朗普弹劾条款 直到麦康奈尔和舒默就审理安排达成一致 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 抨击佩洛西及其决定 并称弹劾案是骗局 特朗普说 民主党人之前没有在众议院 给予他任何正当的程序 他也没有律师 也没有证人 什么都没有 现在他们又想告诉参议院 如何进行审判 特朗普说 他要立刻进行审判